充满希望的人生 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地震之后 此际志工在很多个重灾区 带动以工代震 成效都相当的不错 以工代震的列车 最近开往了一个新的城市 叫做佩德纳莱斯 在这里一天就有1200人 一起来响应 他们亲近家园的同时 也领到了一份代震金 很多人领到薪水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从口袋掏出铜板 响应竹筒岁月 大地震无情摧毁 厄瓜多 曼娜比省佩士 正后一个月 此际以工代震计划 为当地居民 带来一份尊严 一份希望 以前我们有60个人 只在街上 现在我们有1130个人 有10个人 都在街上 都在街上 很多人 很多人 所以是很浪费的 我冲了 我感到感到感到 有很多人 在这些人 都在街上 准备 这些人 人都在做了 这么多钱 这些人 这些人 带来自动 奶奶 今天開始了以後 你看到1200個災民 我們根本不認識 今天開始我們就是一家人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是一家人 而那個一家人 他們知道我們是真的 這個過程度 就曾經有十 Bad還十無聊, 我永遠都很喜歡付少, 但我沒有開除, 我能從工作我做更多, 再次他們 babies的東西。 可以,我們能不在修 ин鎮, 我希望當作為多, 但是很深, 能夠夠, 甚至至我可以做餐盛新財物或健康。 絕望的人生在這一刻重新開始 第一天的一功代正 刺激團結近一千兩百個人的力量 重建佩世 大愛新聞 范廷康尼爾 厄瓜多報導